馬國明自認有新身份 被指疑似官宣做爸爸 湯樂文否認 真是引起了無限的想像和誤會 大家都很期待馬明和靚湯友好消息 致弟馬國明和湯樂文去年12月 在泰國蘇梅島舉行婚禮 婚後不時在社交平台放閃 非常恩愛 不少人都非常期待 兩個人3B組織大家庭 已在10月21日 馬國明一句為了迎接人生新的一頁 新的身份而騰出更多的空間 引來全城祝賀他疑似官宣做爸爸 馬國明在IG分享了一張迷你倉的照片 並且留言說正所謂Happy Wife Happy Life 做了差不多一年人夫 最重要學懂斷寫你 早前搬屋很貴忙 趁著馬國明放假一天 讓我pack好珍藏和雜物放入迷你倉 為了迎接人生新的一頁 新的身份而騰出更多空間 千萬不要給空間限制你的想像 不少壯民看過馬國明的貼文後 都紛紛祝賀他 疑似官宣做爸爸 新的身份 永昇做爸爸 官宣做爸爸 新的身份 做爸爸 恭喜恭喜 恭喜升級做爸爸 讓兒子長大後再和他一起玩 新的身份 恭喜恭喜 不過湯樂文就留言說 真是引起了無限的想像和誤會 間接否認了懷孕 但網民依然不信 是不是怕小器先 恭喜定先 期待見小馬明小靚湯 事實上 馬國明在新婚無奈 曾經表示和太太對於生寶寶 抱隨緣的態度 不會強求 他說就算生寶寶 我想就算現在努力 都要年尾 但暫時還未知 隨緣 我和老婆一向都是隨緣 有就開心 沒有我們都沒有壓力 看看天天會不會給這份禮物我們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一定會和大家說 多謝大家 馮瑩瑩低胸怒背中 女人未十足 更換女神造型 再派福利 FY又有新的女神造型 2016年港姐冠軍 馮瑩瑩經常以各種女神造型涉嫌 她最近換上一身紅色吊帶低胸怒背造型 會以一頭黑色的長髮 女人未十足 FY在IG分享最新的美照 並且寫著說 在生活中總有得意和失意 但信念產生動力 動力化成堅持 堅持就可以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無論任何時候 記得要保持信念 沉煙過後再站起來 重新出發 曹世浩婚禮堪給頒獎禮 GD、太陽夫婦、SJ等藝人現身祝賀 44歲的韓國搞笑藝人曹世浩 在10月20日舉行婚禮 當日出席的賓客巨星雲集 半個韓國的娛樂圈藝人幾乎到齊 包括GD、太陽夫婦、SJ的成員 源、歸廣、歸賓、銀黑、希徹、李光珠、 李光珠、藍在石、金中國、崔志友等 韓國的44歲搞笑藝人曹世浩 在10月20日 在首爾的一個酒店舉行婚禮 迎娶她6歲的圈外旅遊 曹世浩曾經在節目中表示 婚禮將會以簡簡單單的形式舉行 但在婚禮多日的照片公開後 幾乎半個韓國的娛樂圈藝人都有出席 當中包括G.Jaggin 太陽和老婆敏孝林 劉在石 Gummy Do anyone的Dora 車太原 李光珠 XO的DO 燦烈 金鐘國 Super Junior的銀黑 金汽鐵 桂妍 崔智友 鶴信惠夫婦 李朱黑 李星基夫婦 CN Blue的鄭融和 紅石天 柳燕石 李准等等 被網民笑話 規模堪給年尾的頒獎禮 也歷正曹世浩在圈中的好人員 當日婚禮由曹世浩的好兄弟 去到擔任主持 另一位好兄弟李凍旭 負責發表致詞 他表示 現在的曹世浩 和第一次相見時 一樣都很喜歡照顧人 也同樣愛奢侈品 最後更搞笑話 很高興曹世浩今年 開始不用再和他一起過聖誕節了 令到全場笑聲不斷 而歌手金帆珠 OST女王金儀 太陽 也為曹世浩的婚禮去到唱歌 而婚禮結束後 曹世浩在晚上 在個人的社交平台上 馬上發表了結婚的感言 向道場祝賀的各位來賓 表示感謝 而婚禮也在大家的祝福聲下圓滿結束 曹世浩在她的感言當中表示 這次準備結婚的過程當中 得到很多人的幫助 他不會忘記這份情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今後一起去度過餘生的兩個人 懷著彼此珍惜和依靠的心 很感恩、幸福地生活下去 而據知曹世浩將會在10月21日 開始為期10日的渡蜜月旅行 正式開展她的新婚生活 34歲珍妮花羅律斯結婚五年 宣布再度懷孕 在營帝二胎 現年34歲的奧斯卡金像影后 珍妮花羅倫斯 在2019年和紐約曼克頓 Gladstone64藝術博物館的藝術總監 Cocke Marnie結婚 兩年後生了兒子 一家三口幸福美滿 日前珍妮花在洛杉磯被拍到 腹部微微弄起 而在10月21日她透過發言人 向美國的傳媒宣布 將第二度去做媽媽 珍妮花憑著變種特工 機外遊戲和失戀自作業等電影 為觀眾所熟悉 她在2012年時 憑著失戀自作業得到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TWINS破巡唱紀錄 阿莎阿嬌被歌迷感動到哭 TWINS完成了內地的演唱會叫不捨得 TWINS的阿莎蔡卓妍和阿嬌忠欣同 在10月20日在佛山完成了 第13場內地巡迴演唱會 加上年初在香港的14場演唱會 已經破了他們自己的紀錄 唱了27場了 內地巡迴演唱完之後 下個月開始兩個人開始十多場外地巡唱 他們將會到倫敦、溫哥華、多倫多 和拉斯維加斯等地方演出 而TWINS在內地最後一場演唱會 歌迷特別不捨得和瘋狂 由第一首歌開始已經跟著TWINS 有蹭有跳直到散場都不肯坐下 不少歌迷以不同打扮入場 有些人穿古裝 有些扮小丑爆炸頭 也有睡衣造型 氣氛很熱鬧 演唱會完成第一部份快歌之後 阿嬌見到歌迷的熱情 被感動到眼濕濕 他坦然說 什麼事啊 一出來已經想哭了 兩個人唱了不少經典金曲 也被歌迷的大合唱歌聲感動到眼濕濕 而去到完場的時候 兩個人也忍不住 哭了出來 去到大合唱 風箏雨風的時候 被感動到慢眼淚 非常不捨得歌迷 要和他們暫別揮手 而在今年初 香港演唱會頭場 就是阿嬌的生日 阿嬌為她慶祝 叫全場觀眾 砌出不同顏色的生日牌 也在之前 阿嬌也有驚喜給阿嬌 為她印好全場的 蔡卓賢生日快樂環額 在講話的時候 請萬多位觀眾高舉生日牌 阿嬌去到唱中文版的生日歌 阿嬌收到驚喜後 很感動 這麼早慶祝生日 很感動 我爸爸和我的貓都很快生日 他們兩個就是10月23日生日 不如大家祝福他們 我爸爸坐在哪裡呢? 生日快樂 阿嬌表示多謝歌迷陪元他們完成今年的創舉 不斷打破Twins的演唱會紀錄 不經不覺 巡迴演唱會去到第27場了 走過這段巡演的日子也不容易 每星期要去不同的地方演出 有很多難忘的地方 而今次在內地巡演之後 小優一下 之後再去到北美、加拿大、倫敦等等的地方演出 她說很捨得 很感謝大家陪著我們一路完成這個巡演 一路上面很多應援、很多愛 多謝大家陪著我們走過這23年 之後我們去英國、加拿大 不知道會否見到你們呢? 歌迷大聲回答說 會呀! 郭海瑩兩母女在無邊際泳池打卡 激刊貼水族筍派福利 兩母女合照的時候 郭海瑩更親女兒的面 感情非常好 潛無線的花彈 郭海瑩和林文龍結婚20年 是圈中的模範家庭 兩個人生了一個寶貝女 林天躍 一家三口經常去旅行探世界 近日郭海瑩和女女去到新加坡旅行 並且在社交平台 分享了無邊際泳池打卡的相片 兩母女穿上了泳衣 狀態極佳 郭海瑩貼出和女女的泳衣相 並且留言說 深夜唱泳激刊 連郭海瑩自己也感嘆激刊 見到一些照片 郭海瑩穿著黑色的一件頭 吊帶泳衣 騷出性感的鎖骨和浴背 而女兒林天躍 就穿上粉紫色的泳衣 青春可人 兩母女合照的時候 郭海瑩更親女女發臉 感情相當好